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动荡,导致令吉持续下滑,我们要如何应付呢? 以下八个建议,能帮助你撑国弱令吉的处境。 一、忘了出国旅游。若你真的需要放松,考虑国内旅游吧,能省下许多开销。 二、支持国货。虽然你喜欢吃进口水果,那么现在可以考虑换成本地水果,以节省开销。 三、少出外用餐,自己准备饭菜可让你节省许多。 四、检查固定开销。从中可以决定是否取消延长或是降低一些次要的开销。 五、减少不必要花费。检查消遣与爱好方面的开销,从而减少不必要的花费。 六、开始投资。确保将钱投入到风险程度适当的投资产品中,尽量减低货币波动,对投资组合的影响。 七、选对的信用卡。若你严重依赖信用卡,那么是时候检查钱包了,看看是否该与这些伴侣分手了。 八、调整长期财务目标。最常见的目标,是筹备孩子的高等教育储蓄,与其牺牲退休金,来供孩子出国读书。 不如考虑让孩子在本地学习一两年,货币波动是我们无法掌控的,但个人生活上的调整,可让你的财务状况保持健康。